我们到资博啦 今天这一天真的是太累了 我为了感受一下进资赶考的氛围 从浙江宁波开车到了山东资博 开了一天一夜 一千多公里 我感觉我的老药都要废了 哇 吃不消了 我们进去取吃的考场是博山区的成都镇 来得有点晚了 好像没什么人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穿 这一家好像也还可以的红火炎 卖完了吗 已经 没肉了 好吧 卖完了 明天几点钟一夜 下午三点半左右吧 下午三点半 那是不是这一块基本上都快打烊了 对 基本上都快打烊了 好吧 我们这边还算是关的比较晚 我刚刚车开到这边 我们先换一家问一下 老板你们还营业吗 两个人有位置吗 现在 上屋里看一下还有肉吧 那这肉不像有钱了 25个 哦 它是看有没有肉 来两份吧 两份 两份吃这个 还有那个鱿鱼 鱿鱼来这个吧 好便宜 你再翻过来看 嗯 就感觉 这肝蓝一块钱一串 其实它挺大的 很大 但没有了这个菜 我看它们烤起来很好吃 都你们啊 好 我来 这个是啥肉 鹿皮 五花肉给我拿十串 就剩这些的是吧 甘蓝 哦 它们这也叫甘蓝 然后鱼豆腐来四个 面筋来四个 鱿鱼给我拿个六个吧 香肠两个吧 别的还有什么菜吗 还有 炒菜了就叫 土豆丝炒肉片炒甘蓝 来一份 那就炒一个土豆丝吧 要不 土豆丝 还有小葱蘸酱必点 要那个饼 面对烧火今天不炒不弄 对啊 今天来的有点晚了 肉点的不多 有什么我就点一点什么 终于可以吃 他们这里的这个小饼了 一蘸一包一路一吃 哎 我跟你说 不瞒你说 今天在高速路上的时候 我就闻到了阵阵的葱香 真的不夸张啊 它可能路边都种了 那个大葱吧 这种矮矮的绿绿的 一大片一大片的 你看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坐在车里都没闻到 可想想之 它的这个葱 特别的多 我想先尝试一下 就直接用这个饼卷这个大葱 味道怎么样 它这里只给的这一个酱 我记得人家网上的那种是 还有一些粉粉 哇 感觉很新鲜啊 不是这样吃的 还没来就已经提前学习过了是吧 学习过了 要考试吗 要考试 这就是我的准考证 再放个这个 两个人都吃 谁也不嫌弃谁 闻不到这个葱味 不辣 嚼着嚼着这个葱味就上来了 这再放点肉绝对好吃啊 但是你是属于怕吃葱的人呀 不蘸酱我肯定是吃不了 懂吗 我以前在网上买过那种很硬的那种山东煎饼 也是卷着吃 特别费牙 但是卷着上饼里面吃了 你感觉它跟碳水一起越嚼越香 看看它的土豆丝 现在吃什么都好吃 饿了 来的太晚了 那些肉都没有了 所以只能点一些炒菜 对啊 我想到时候带点这个饼走 我就可以当主持了 可以啊 还不知道能放多久 里面夹一点那个鱿鱼酱 对啊 在那里买点大葱走 五天 短饱 碳还不上来 我想肉烤一口夹进去了 这样吃素的 来炭了 我可以把我的肉放上去 是那种小铁细签子 这个五花肉串不上手的 我们也算是打卡了各地的烧烤了 我们就点这么点不够啊 算了明天好好再吃 还有那个鱿鱼 来来来 哎呀呀怎么掉了 哇明明行吧 好 来不及了我要 要翻面去 对对对 这个五花肉这么厚的 对啊我就说这个五花肉有点厚 开了一天的车真的是肚子太饿了 小豆真的是腰酸背疼的 晚上回去 给你按摩一下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按摩一下先吃吧 你拿高差一点 说真的我们两个人吃的烧烤可不算少 全国各地都吃遍了 我来不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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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焦了 就放上面吧 我们两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烧烤的 蛮好吃的 有点肥但是很好吃 对对 感觉它的酱是有点甜甜的 对啊 像是那种 平面酱吧 这个酱是不甜的 它它腌制的酱是甜的 对对对 本身那个像平面酱一样的 嗯 好吃 主要它很厚 维维的 而且又感觉是那种把油有点烤出来的那种 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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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是这样子放在上面这样撸的 我知道 实际上是那个铁针实际上是不好摸啊 我一次都是两根葱 像牛了 真的是 你慢慢吃一次你就会把这个葱给吃习惯了 来 这个比较好摸 煎以后的烧烤店都配个饼 这样很容易煲 它的葱不辣吗 是不是跟我们那边葱吃的葱不一样 还是我嘴巴的味道太重了 不辣 不辣 我们那里的一些葱啊 有时候你切的时候就要拉出眼泪的 就像你家新疆为什么吃生的皮牙子 对他们那里皮牙子挺甜的呀 明天啊 我要早点去那种烧烤店 吃那种羊肉啊牛肉啊这种 今天羊肉牛肉一点一串都没有 反正今天晚上我们实际上 到的时候凌晨太晚了 反正哪一家营业的我们就进来了 嗯 人家都说其实味道都大差不差的他们这 嗯 如果我们去自博市区啊可能会被堵住 对啊所以我今天先房车不开进去 哦 这五花肉好吃 明天再吃烧烤的时候还要点五花肉 油脂汪汪汪的 有没有能熟的五花肉 上面 你看这餐 嗯 都是熟 是这样是吧 对 嗯 拔了下来吗 有一串没拔下来 然后还有什么熟的可以加的吗 嗯 猪皮可以吃 就可以了 猪皮可以 卷这么多 好吃吧 嗯 怪不得他们这边真能吃生葱 好像女生也能吃 嗯 不辣 为什么 为什么这种葱啊洋葱它差距会这么大 今天这么一点 大概也只能吃个半饱 不是我们正常的实例 烫烫烫 现在是已经没货了 进阶了 哇 你都把土豆沉不吃完 不饿了 这应该能吃吧 旁边点 嗯 主打一个肉香水俗 其实他们东北也吃小葱了 我知道 小葱蘸大葱 对 吃饱喝煮找地方过夜了 你吃饱了 我其实没吃不好 明天我要好好吃一顿 一袋饼基本上是我吃掉的 你说呢 好了现在去找地方过夜 我就找那个琉璃场那边吧 明天还可以逛一下 好吧 什么叫琉璃场 什么陶瓷琉璃大观园那里 还好我们第一站到的是博山了 房车好停 没有我想象出那么热闹 明天去那个自博的那个市区 估计就是很难停车了 下回还有用得着哥们的地方 这实际是新城市 油腻 你看前面还有大帐篷的 还有房车停在这里 我找个地方停车 那里 这是个路好像可能不能停 我停这边 把衣服摟起来 在那间那个是帕西娃 这样弄起来 整个腰把你按摩一下 你自己受力一点 我这腰这个越来越差了 你这个肌肉这边很硬 要把它揉开 小伙子 有加钱吗 这个要做个理疗 咱们这边套餐是 充1000块钱送1块钱 你送的有点少1块钱 五一特价了 厨医师 我又疼又爽前面 你家又疼又爽 真的我这个用了很大的力 又疼又爽 哎呀 哎呀 怎么样 你不能 你如果痛了 痛了跟我说 但我怕 我用力过得很爽 他应该会发热的 你到时候还 会舒服一点 嗯 嗯 嗯